评价服饰加上日韩服 这几年实体店面一家接着一家开 民众到百货公司买衣服意愿不高 倒是买鞋的意愿提升了 我们设计10款 那开始10号看看 试穿买鞋颜色缤纷相钻 不管是娃娃鞋雨靴还是雪靴 琳琅满目各种款式各类品牌 脚丫子的外衣美学 当今可是百货公司西克主力战将之一 鞋子比较有差 如果在外面买跟在百货公司买 穿起来的感觉会差蛮多的 来到这层楼可以看到 很多的鞋子都是以上班族 跟亲手女的鞋款为多 而且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都是以店中店的方式来承设 来到这些买货呢 其实它每一层楼的鞋子 都按照不同客群来区分 每层楼客群不同 像是B1主打流行以及网路品牌 实体店铺进军百货 在一楼六个柜位中高达五个柜位 做成复合式多元店铺 等于多品牌一个柜就搞定 二三楼则与女性鞋款 以及运动休鞋款为主力商品 百货公司鞋类商品要身销售主力 还有像是东区这一间百货 一楼主力二分之一就规划成女鞋区 二十八个品牌任你挑 今年新进的四个品牌 还特意规划在售服梯 还有入口处吸引目光 鞋子市场在百货公司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配件 那它的结构大概也在6%到7%左右的结构 鞋子战品逐渐提升 也是因为各国评价服饰近年太行 实体店铺还有网购在外面一间一间开 导致民众到百货公司买衣服意愿下降 反而是女鞋稳定成长 各大鞋款品牌纷纷进驻 也让百货女鞋尽美食之后 接棒吸金 记者陈子芬黄顺台北 参访不到